體育方面,今集聯賽祖雲達斯全失三分和民憲 難怪得人,因為領先兩球之下祖雲達斯都要輸給費倫天 我們轉看看北京馬拉松出現新的男子組大會紀錄 舊紀錄是由日本跑手在1986年所創的 當時的時間是2小時7分35秒 陳鋒27年之後,就被埃塞俄比亞的托拉打破 他跑出的時間是2小時7分16秒,比舊紀錄快了19秒 好了,交回給你 好,新聞亦都報導完了,晚安